我们先把故事把它拉到1919年 当时人属于日本殖民地的朝鲜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爆发了三一运动 而同一个月份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 这些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 促使了中国本土化的文化 还有政治思潮产生的巨大的变革 而当年在中国所爆发的五四运动 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全球革命浪潮之中 影响民国史最深远的政治思潮 而这不仅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也影响了中国政治势力的平衡 而值得关注的是 五四运动让苏联发现 这是一个替马六主义找到发展的机会 共产国际派遣了维京时机来到中国 那透过李大钊跟陈独秀 在上海和广东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而1921年的6月3号 马林来到了中国 发起并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 那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 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重要精英干部 1989年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 他们就声称是受到五四运动的赶召 那肩负了直言不会的责任 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出事 大量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举办了哀悼的纪念活动 那随后呢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工人 占领了天安门广场 那逐渐演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抗议浪潮 然而持续六周的社运遭到当局强势驱离 时至今日 中国对这场民主运动依然三千席扣 34年前的春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帮了死 又是如何逐步的发酵 那成为撼动全球的民主运动 他的遗照被挂上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他的巨型花圈与晚联涌入天安门广场 他的去世中国学子如丧考笔 胡耀邦是1989年4月15号去世的 去世以后当然大学生就自发的参与了 悼念胡耀邦的这个活动 他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9年4月 他的过世点燃了天安门学运之火 胡耀邦获得学生支持 学生对他死了以后 认为是被李鹏气死的 所以大家要借这个点来 借这个要李鹏下台 要邓小平也要可以教权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 就是建访思想 开动脑筋 死死求死 团结一致 想成 1978年12月 邓小平斗倒了毛泽东清典的接班人 华国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确立了领导核心的地位 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 仰赖一对左膀右臂 一位是1980年 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 制定经济方针 另一位就是1981年 接任中共中央党主席的胡耀邦 邓小平是相当的欣赏和信任胡耀邦的 我都不可能八年的时间 让他当总书记 邓小平是以军领党 以军领政 所以如果说是党是设主席的话 跟他这个军权就严格的冲突 因为他是以党领军 所以把党主席改为总书记 1982年党主席改名为总书记 胡耀邦掌党权 赵紫阳掌国家行政大权 看似三头马车 但石泉还是被担任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 紧握手中 而胡耀邦在政治上 主导平反十年文革浩劫的冤假错案 以及狠抓贪污腐败深得民心 胡耀邦在对于干部子弟 贪污腐败和刑事犯罪方面 曾经就是非常严厉的执反 比如说那时候有些中共的高干子弟 强奸民女 或者有些非常高级的 像胡乔木原来毛泽东的秘书 他的儿子贪污公款 那么这些大案子 别的领导人是不敢批的 胡耀邦执政的时候 他就下令就把这些抓了 甚至包括像朱德的 中共开国元老的孙子都被枪毙了 这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年代 尽管政治上没有实现民主体制 空气中却弥漫着自由奔放的气息 言论出版的限制有所放松 各方知识精英还能真边实事批评政府 当年毕竟还是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下没有完全的言论自由 相比今天来说言论自由尺度就是大的非常的多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时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有办这些社团活动 我们都还可以邀请一些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 到大学来办讲座 现在这样的活动已经是绝对都不可以了 所以学生去问他 他就告诉一个了 民主不是从上向下富裕的 民主是自己争起来的 所以学生就开始运动 游行学生有83人被捕 其中北纳学生就有35名 不过后来都被释放 我在北大所经历的学潮 包括86年底的北京的学潮 中国官方都没有进行比较大的武力的镇压 更谈不上像89年那种血腥式的镇压 所以即使在1976年天二门事件当中 中国官方在清场的时候 也只是动用了工人 民兵跟警察 那么胡耀邦就抵制了 没有调动军队去进行镇压 所以胡耀邦非常地生气 认为是胡耀邦纵容这个所谓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 胡耀邦反贪腐六亲不认 触犯了中共党内保守派 更关键的是他早已得罪了方丈 胡耀邦就是处理学生运动太软弱 我个人想这是一个借口 胡耀邦有一个心态老人交权 他一直希望邓小平带头交权 1987年1月2日 胡耀邦提出辞呈 邓小平随即召开党内生活会 长达六天的时间 逼迫胡耀邦登台自我检讨 薄一波 杨尚昆等中共元老 在以文革手段朝他猛烈批斗 堂堂总书记犹如过街老鼠 人人狠打 就学生民意检讨的时候 你捧就猛烈以后就抨击他了 抨击他了就说 听说他嚎啕大哭 1月16日的扩大会议上 中共党内大佬 以举手通过的方式 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 赵紫阳接任代理总书记 当时民间普遍认为 胡耀邦受委屈了 这件事完全是没有通过 就是党的代表大会的这种讨论 实际上就是一些党内的老人 一些元老聚在一起 把胡耀邦叫来批判了他 当面的批评了他 然后宣布就把他解职了 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外界看来 这就是一个非程序的一个政变 把一个这个主书记拉下马 没有经过合法程序 胡耀邦本人也非常冤屈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看来 他是因为保护学生 至少是不愿意镇压学生 而失去了他的这个职务 然后受到这样的委屈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因心脏病促逝 隔天上午悼念他的花海 在天安门广场蔓延绽放 以自由为名的种子就此埋下 如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